宽阔的沙丘景观 搭配一望无际的海岸 绝美的景色总是让人心旷神疑 不过在这优美的风景旁 确实破损严重的海堤 这里是大园区的北岗丽海岸 残破不堪的海堤不仅无法发挥作用 同时也危及民众的安全 我们每个礼拜 都有人会来清 海边这边清理热树 看到这个破底被冲尾 发现了才转出预言帮忙我们 希望说赶快把这个破洞补修好 以利我们沙滩车下去 再清洁海边的垃圾 也可以保护我们北岗的土地 及人民的生命安全 财产安全 位在北岗里的海岸户体 建制完工才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 如今却遭海水侵蚀破坏 斜坡上也随处可见海堤断裂的痕迹 对此桃源市议员徐其万透过办理慧堪 要求相关单位尽快修复 要避免海水继续侵蚀海岸线 他们整个北岗海岸真的很长 它从老街西的出海口 老街西的整个往南 就到整个接近整个风车这边 海岸线长 他们要维修整个剪接垃圾 所谓的垃圾多都要靠沙滩车来运载 来运送 沙滩车运送就要靠这个坡道上去 所以说要赶快来把这个顾好 赶快把它修完成 然后也赶快想办法了 把这海堤来赶快建筑起来 才是最重要 这个北岗垃圾场就在旁边而已 这非常危险 当初为了防止北岗垃圾掩埋场 遭海水冲刷所建制的海岸户堤 现在也成为北岗离海岸巡护队的交通要道 如今海体损坏也造成海岸巡护队 成员情结上的困扰 对此巡护队也盼政府尽快修复 才能让他们继续守护美丽的海岸线 记者文童军谈报道